好 進樓回到國內來看連線消息 新北市兩名男子因為車輛爆胎 他們就把車子停在新北市保安大隊門口 要等待道路救援 只有剛好碰到了警察 那警方上前關心的時候就聞到 欸不對喔 這個車子裡面有濃濃的K他命味道 相信情況我們連線記者林佳穎 佳穎請說 好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霹靂小豬 才剛辦完任務回來 剛好就看到一輛車停在警局前 結果一問才知道原來這兩名男子 因為車輛爆胎才停在保安大隊門口 等待道路救援 但警方上前關心才發現 車內竟然有大量的濃濃K他命味道 經過搜查更發現有非法煙油 您先來聽一段警方的最新說明 駕駛座前方的支付處 發現一瓶疑似電子煙油 經過當場施域檢測 果然呈現毒品卡系統的陽性反應 根據了解二十六歲的成型駕駛 和國系男子兩人都是從台南要北上打拼的夥伴 當天問了要從板橋到土城中和一帶吃宵夜 結果開到一半車子就爆胎 其實沒想到還沒等到救援 這對好友就因為持有毒鹽油 而雙雙被送到警局送辦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 請到十一時間鏡頭 歡迎給棚內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再到十一時間鏡頭 誌